官方公布 一个出国留学的云南省女官员 在他乡中了美男计 学业的压力与爱人的锋铃 对女儿的思念 让这个本来万十号强的女性 内心产生了空虚和寂寞 在此时此刻 一位风度翩翩 温温尔雅的男士出现在她的面前 在一系列的金钱与感情的拉拦下 黄娟彻底沦陷 投入了对方的怀抱 当特置她老公是副院长 对方要求夫妇二人提供 涉密的红头文件 并且教她如何加密 即使后来黄娟和她老公 都认定对方是间谍 但一个为情 另一个为面 两个人也都为钱 继续为对方搜集情报 十几年来 他们将拍摄的文件 带到境外交给对方 经过调查 涉及四份机密级文件 十份秘密级文件 两个人获利130多万人民币 和4万9千美元 今年5月 黄娟和她老公 因为间谍罪成 分别被判监十年和三年 官媒披露另外两宗案例 其中一宗涉及边境机关工作人员 为了报酬 向境外人士提供 五项机密级国家秘密 被判酬十五年 亦有一个男人 认证兼职拍摄城市风景照片 之后对方要求他 拍摄停泊的军舰 和到船厂做事 令他怀疑雇主想刺探国家秘密 其后他向当局自首 勉于刑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